一夜开工以来呢 武汉火神山医院也一直在家版家电的紧急建设当中 那今天的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 央视记者金珠 金珠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王妍 我现在就是在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的入口处 那我们看到在我的身后啊 现场仍然是一片非常忙碌的景象 我们的 我的身后一边是一个化粪池 另外一边是建有一个污水处理站 那这里的工人呢 现在正在进行最后的一个紧张的施工 今天上午武汉火神山医院是正式完成了军地的交接 军队抽调了1400名医护人员 从明天开始啊 他们将承担火神山医院的救治的任务 我们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火神山医院的一个建设的进度 我们也是在这里架设了机位 通过新媒体呢进行了慢直播 可以说广大的观众和网友都当起了云监工 为建设者们加油鼓劲 我们了解整个火神山医院大概的建筑面积是3.4万平方米 它有容纳的床位是1000张 它分为重症监护病区 重症病区 普通病区 还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诊断等辅助的科室 那我们了解到是从除夕的晚上这里开始进行进场前的准备到今天 可能说短短的几天的时间 从我身后这一片空地变成了现在初具规模的火神山医院 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建筑的速度 那么呢虽然说是速度很快 但是呢建设的标准呢一点都没有放松 我们了解到从业主方武汉地产集团和建设方中间三局了解到 他们是严格依据传染病医院的建设标准来进行实施的 我今天中午呢也是去到了其中最大的一个病区 是四栋两层楼的病区 大概可以容纳800张床位 那我们也是到了一个病房里面去实地探访了一下 我们在病房里面看到一个病房里面是有两张床 也就是说可以收治两个病人 我们也可以看到床上非常细心的还准备了一些毛巾 还有呢这里的枕头和被子全部都是新的 就是为这些病人所准备的 另外啊它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通风的系统 而这些通风的系统呢 它是里面输送的空气啊是经过过滤后的空气输送到这个地方来的 也是保证一个健康和卫生 另外还有它有一个独立的卫浴的一个空间 我特别要想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可能是有一个东西在普通的病房看不到 而在这里呢是每个病区都必须有的 就是一个像小窗子一样的这么一个隔离室 它是有一个两个门 那么从外面走廊的医护人员啊 把要放进来的设备是摆放到这个门里 摆放到里面然后把外面的门关上 那里面的医护人员呢 再打开里面的这扇门 然后再把那个里面的设备拿出来 这样呢就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和一个保护的作用 那我们了解到现场呢 他们的施工呢还在继续的进行着 那我们也非常关心啊 我们这个火山山医院 它最后能够什么时候开始大量的收治病人 我们也非常在乎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这个医院的建设 因为这个正是表达了我们战胜疫情防控最坚定的信心 好的王妍 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金珠的介绍啊 我们看到 那